这是最有名的越野车吉普 这是奥地利的一个手枪叫G-Lock G-Lock这手枪怎么回事呢 就是它是塑料的 上飞机检查不出来 奥地利制造的 中国人有钱把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全给买来了 来来 其实没人越野 买越野车就是在那装逼 是吧 就跟关于二哈的谣言似的 给我这狗的陈志健是总参养狗的 都说撒手没 他不懂 这是猎狗 是最听口令的 吉普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1941年发明了一个越野车 off road 为什么叫Jeep呢 吉普就是general purpose 就是通用的性能 所有的性能 general就是通用 将军也是那个字 就所有事全管 最便宜的机器型的车 就是吉普 到现在这公司卖给了克莱斯勒 克莱斯勒还出一个叫 Rangela 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木马人 其实人就不叫木马人 美国木马都有两种 一种是骑着马放羊的 叫Rangela 我把这翻译成叫玩闹 还有一种叫Pradio 就是骑着马背成蹦的那个 那叫Pradio Pradio也是一种车 是五十零骑车公司造的 又上哪儿淘气去了 又上哪儿淘气去了 那是五十零造的 不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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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去 说 哎来来 他太小 来来来来 走走走走走走 Rangela呢 就是玩闹 Pradio呢 就是在马背上蹦的那个牛仔 马背上蹦的牛仔 是被日本五十零 命名了一款约约车 我去印尼参加那个 印尼语林拉利赛的时候 就是那Pradio P-R-O-D-E-O 就是蹦的那种牛仔 平常我们说的 骑马放羊的牛仔 就是Rangela 玩闹 我一徒弟叫张家健 现在在美国上学 原来是被中国中学修学的 考上美国挺好的大学了 在奥克拉哈马 他的外号就叫Rangela Rangela造医院车有两款 刚才我拍的那是低等那款 叫撒哈拉 中国人一听撒哈拉觉得特牛逼 撒哈拉不牛逼 比撒哈拉更牛逼的 叫Rubicon 中国翻译叫罗宾汉 怎么叫罗宾汉 就不知道 Rubicon是一条河 在意大利的北部 当时 驻高卢的都军 就是大军阀 凯撒 想造反 把国家 古罗马是民主制 想把民主制变成独裁制 他一直就在这 就有一条河 就是Rubicon 那条河那 他就想 我过这条河 还不是过这条河 to be or not to be 琢磨了好几天 他决定渡过这条河 把民主制的 罗马 带进独裁制的 所以以后管 皇帝叫凯撒 他是第一个人 C的 他的最好的战友 都离他而去 只有他的一个副官 后来继承了他 叫安东尼 马克安东尼 都知道埃及有一个妖后 叫克雷奥派特拉 先跟凯撒生了一个小凯撒 又跟安东尼生了一双胞胎 越贡 这本人价值连城 现在 越贡 这是越贡 越贡 他就是越贡